虽然对妻子冲动不计后果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可黄先生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对妻子的担心 这份担心却没能被妻子所接受 这让黄先生十分的无奈 这也是他不愿和妻子沟通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还告诉我们 说自己不把妻子当家人 可妻子在孩子问题上的一些做法 更是霸道无理 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作 爸 没到脸是一般的生过气的 和我女儿两个人一起去过去 那小弟因为在家里一样闹得不合适 跟我老妈吵架 一起回去的 回家里去把我儿子和我女儿一起带回去 后来女儿带回来了 儿子脸睡多脸睡半 我想请问你 到现在没回过一起我老家 我没有叫他放在那里去 一放放了八年多 我家里回过一起没有 你家里没叫放过去 我家里回过一起没有 对 你也知道没回过 为什么 所以说 有经济能力啊 你给我经济能力啊 你有经济能力啊 当初放在外婆家里养是出于什么考虑 她说我们家里习俗不好 家里干嘛放弃不好 说他们那边干嘛 他们那边好 不是为了你们那边赌钱 你说习俗不好吗 那时候我本来也认为 反正缘了结了婚 这是背景的事 没有想到说离婚经贫类的 反正在哪里都无所谓 都是自己的孩子 现在这样搞到这步 大家都不想过了 我也想到当初我是错了 把孩子放在那边去 所以你今天说想把孩子接回来 不是出于为你们的婚姻更好的考量 而是防着你们要离婚的 我感觉是 因为她动不动的话 就拿这个儿子来压着我们 我没有 这么多年我们每次一吵架 说她就回去办坚持 就是说回去办离婚证 经常一吵架就这样子说话的 以前我都不理她 这次把我搞伤了 我才这样子的 她每次就拿着我这个儿子在那边 因为我儿子在那边 我不敢干嘛干嘛之类的 然后是拿着这个来压着我 我说可以 你把我儿子接回来 我马上帮跟你办 这八年当中 有没有想过把儿子接回来 有想过我也去过 那时候就以各种借口 暑假还没到年 解非交 现在读几年级 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转过来新地方 陌生的地方 你的感觉是 儿子在那里就是一个仇嘛 对 儿子接回来 小学毕业再说吧 现在不可能接 我明确地告诉他 我儿子五年级 我不可能现在把我儿子接回来的 我儿子学习肯定是重要的 一个阶段我会接 现在不可能接的 你当初把儿子 放在你们家的考量就是 他们那里喜欢赌钱 我们两个一起回去的 他也愿意的 这个我们家不是强制放的 只要有经济的后盾 我没有特意的阻断 我只是想玩的 在我家长大 可以和我亲一点 最终目的 可以长大了以后 可以向着我 心疼我多一点 最终目的 我没有说阻碍哪一个 事实上已经造成了 你爸妈有条件也可以去 我们家里从来不阻碍哪一个 小孩子那么大了 他不是个东西 咋不成威胁 我儿子 我也不可能说 拿我儿子来做威胁 我从来没有说 阻断他们家去看我儿子 我欢迎他们去 但他们不去 我没办法 一个小孩子去那边探望 和回家里探望 那是一个概念 正是因为夫妻二人 始终处在矛盾和争执当中 也让两个孩子南北相隔 不能相伴成长 调解至此 婆媳问题 信任危机 经济疑云 还有孩子养育问题上的 重大分歧 这个小家庭逐渐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 变得支离破碎 调解员把燕姨 在听过了两位当事人的描述后 不禁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你们到现在为止结婚八年 请问你们有过快乐的生活过吗 没有 全部我是生活的一个被孤立的空间 王女是在现场坦言 婚姻进行至此 她心里有个解不开的心结 王女士的态度很明确 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要个说法 可对于前路 她却提不起希望 可是此时调解员 白燕姨却认为 虽然王女士言语之中表现的 对这段婚姻无所谓 但其实她心中的情感 要比身旁的黄先生浓烈得多 在你们彼此的一个描述当中 说句实话 我感觉王女士对黄先生 虽然有这样那样多的一些怨言 但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在场的女士 嘴虽然很硬 很逞强 但其实她内心对你的情感的浓度 比您对她要浓烈得多 你别看这个女人看起来是这么的泼辣 这么的看起来挺强势 甚至有点霸道 很情绪化 但是她比您更重视 你们之间的关系 而黄先生 我对于您在现场所表达出来的 不管是对以往你们的婚姻生活 还是说今天你对于你们未来的婚姻生活 您都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态度 无所谓 不知道 我不在 这绝不是说您不在 就是不知道的一个理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也不是因为您不在 和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就是对她进行一个全面的否定 和不认同的一个理由 不管是从您跟您妈妈的关系上 还是她跟客户的关系上 不论真正的事件是如何 其实您都是对她直接就进行的是一个否定性的评价 这个就会让您的妻子在内心当中感觉在你这儿是没尊严的 没有地位的 没有疼爱的 而当她跟您结婚之后 不图经济 不图样貌 图的是什么呢 我想对为现代的 能够经济独立的女人来说 可能图的就是那种情感上的温暖的感受 而在您这儿好像看起来比较的寡淡 我不否认这个女人很情绪化 有些事情处理起来 其实是没有那么的智慧傻傻的一个女人 但是她所说的你们婚姻当中最初的那个起跑线上的那些感受 是什么 是她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 唯一依靠的一个男人 她却靠不上 因为这个男人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原生家庭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